一至十月,中国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82.6万辆和2287.1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0.4%和0.1%,相比之下,新能源汽车产销却增速迅猛,分别完成87.9万辆和86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70%和75.6%。 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转折点已经来临,燃油车销量开始下滑,新能源汽车的增长,从政策单向引导转变为政策加市场双向引导。 在近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全国工商联常委,广东省工商联副主席,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等出席人员再次围绕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戒严资政。 那么,建议中国家跨名是燃油车销售时间进程。 很多小伙伴不仅要关心,全面锦售燃油车中石油,中石化怎么办? 三箱油贡献超5%的财政收入。 全面锦售燃油车对于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和财税部门来说压力山大,因为这个涉及太多就业问题,并且关乎庞大的燃油税收问题。 那么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对中国经济贡献多大了? 2015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分别缴纳税费,3381亿元、3557亿元、821亿元。 中国2015年财政收入的15.22万亿元。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缴纳的税费,分别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22%,2.34%,0.54%, 三大石油公司总共那是额度,占比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1%。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对中国经济贡献如此巨大,谈及全面锦售燃油车时,人们不禁要为发改委,愿意放弃那么大的财政收入来源吗? 面对能源危机,锦售燃油车的决定不会更改。 能源一直关乎人类命运的重点问题,而石油作为当机能源的主力,更是关乎着人类的未来。 去2018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间发布,截至2017年底,全球碳瘾石油储量达到1.6966万亿桶。 按照2017年的石油消费水平,这样的储量能够满足全球50.2年的石油消费。 中国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015亿桶,虽然储量看起来比较乐观,但是由于技术和时间问题,最终可开采量大约145亿桶。 而中国排在全球时大石油消费国第二位,按照中国目前的日消耗水平,为498万桶计算,中国的石油储量大约还可以消费56年。 能源问题是当今全球性的一个关键问题,再加上越来越迫切的环境污染问题。 放弃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企业的高额税收,并加快速度推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非常正确的方针。 各国在建设燃油车方面表现如何? 早在2015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包括德国、英国、荷兰、挪威、美国18个州等在内的国家和地区,就组成了林海放车辆同盟,承诺到2050年,该联盟内国家将禁售燃油车。 而2017年英法德等八个国家,率先规划出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德国将在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法国将在204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英国将在204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荷兰挪威把时间提到2025年。 可见将禁售燃油车提升日程,是全球各国达成的共识。 对于国内的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企业来说,转型也是必然的。 加油站安装充电桩,提高气流、财油的燃烧效率,并开发新能源都是转型方向。 禁售燃油车,已经提出中国车体制程表。 面对能源和环境问题,中国2017年也已经开始研究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并制定出了双积分政策。 2018年中国进入了双积分政策的缓冲期,而在2019年将开始正式实施考核。 在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和双积分政策的双重压力下,除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企业,早已部署了安排外,国内的车企业不例外纷纷布局新能源汽车。 例如,长安汽车宣布2025年,将全面停止生产燃油车,比亚迪宣布在2030年停止生产燃油车,吉利汽车则承诺,在2020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整体汽车销量的90%以上。 写在最后,新能源汽车时代的来临,不但对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至关重要,而且关系到中国汽车工业,能否在新的机缘面前,实现弯道超车。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爱赞哦。